接下来为您播出道德观察 女婿突然得知自己身患重病 岳母死活要为女婿捐身 为了救女婿 岳母又会编造怎样的谎人 她们经历怎样的希望和失望 亲情与法律又会产生怎样的碰撞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娟慎的岳母 这个女人名叫杜晓红 今年四十岁 两年以来都在不停减肥 她原来的体重是一百七十多斤 现在只剩下一百三十多斤 奇怪的是 她这样做却是为了自己的女婿杨波 杨波拿着去死吧 为什么岳母会为了女婿而减肥呢 故事还要从两年前说起 杨波三十一岁 家住四川省穗宁市 她是家里的独子 一家人的生活一直很平静 杨波原本有一份很不错的工作 在当地的银行开运钞车 2008年10月 她和小荣结婚 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 几年之后 他们又有了两个可爱的小宝宝 一切都顺风顺顺 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然而天又不测风云 两年前的一场变故 使得整个家庭都陷入了深深的恐慌之中 妻子哭 母亲担心 丈母娘为了女婿减肥 不吃饭 在杨波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2011年7月的一天 杨波正常下班回家 但是在她上楼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状况 我们家坐三楼嘛 也不高 然后上完楼梯过后就大船车 很累很累的 当时杨波的家人都认为 是杨波工作太累了 休息一下就好了 而杨波自己也根本没有在意 然而一段时间过去了 情况没有任何好转 杨波到医院检查 结果是她患了尿毒症 杨波一家人知道尿毒症很难治愈 患者要想维持生命怎么办呢 尿毒症目前主要的治疗手段 第一个就是投息治疗 投息分血液投息 父母投息 还有就是神移植还神治疗 目前主要是这两种治疗手段 面对医生给出的治疗建议 杨波一家人开始泛滥 杨波一边开始了血液透析 一边开始不停的咨询 很多医生都建议他患肾 然而患肾谈何容易 首先要考虑的是患肾需要巨额的医疗费用 而杨波的家境一般 这笔钱从哪里去借呢 还有最关键的是 即使凑齐了手术费 合适的肾源又要从哪里去找呢 肾源也是一个古静 但是这种我们国家的器官捐献的这种人 就是非常有限 肾源根本不能满足这个市场 是一个非常大的 可能长期都等待不到肾源 想要换肾除了在医院排号等待肾源之外 还有一种途径 就是求助身边的亲人 于是杨波一家人开始想办法 首先站出来的是他的妈妈邓树芳 我母亲人有这个条件 因为他的血腥和我一样的 周围的亲戚之中 只有杨波的妈妈血腥符合要求 抱着很大的希望 杨波带着母亲一起 去了成都军区总医院配刑 一向向检查都很顺利 杨波也很高兴地看到了希望 然而检查到血液的时候 医生却说 杨波的妈妈有高血压和高血糖 这种情况根本不能捐审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打碎了所有人的希望 他不是能救他的命 我把我的命打 什么都要对 感觉给家里这么大的负担 然后我小孩还小 然后我就说干脆 我治疗放弃治疗 然后就这么一去算了 绝望之际杨波的妻子小荣 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妈妈杜小红 这看似随意的疑问 其实岳母杜小红的心中 已经暗暗做出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把自己的肾 捐给女婿杨波 但由于过去不知道自己的血型 又害怕万一血型不服 让杨波失望 所以杜小红没有把这件事情 告诉任何人 而是自己偷偷去了医院 化验得知自己是欧型血 我把个报告 那个华家打哪个眼睛 看我眼睛 我是欧型血 给你配身 感觉很意外 怎么可能呢 我们又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就一个长不良的关系 当时我也敢相信我 会这样说 然后我也很大欺击 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相信 杜小红会说出这样的话 甚至杨波的妻子小荣都不敢相信 因为杜小红并不是她的亲生母亲 杜小红十七岁的时候 嫁给了现在的丈夫庞福君 庞福君和前妻有两个女儿 当时大女儿小荣 判给了庞福君的前妻 小女儿判给了庞福君 然而杜小红和庞福君结婚一年之后 小荣被亲生母亲送了回来 这个时候杜小红也有了自己的儿子 她一下就要带三个孩子 而她自己只有十八岁 那段日子很辛苦 然而杜小红坚持带大了三个孩子 随着这几个孩子一天天长大 她和两个女儿的关系相处得越来越好 在周围人的眼里 杜小红和两个女儿就是亲生母女 二十年之后 大女儿小荣长大了 2008年10月 小荣和杨波举行了婚礼 杜小红当上了岳母 同时她和杨波一家的关系 相处得非常融洽 由于两家人的关系非常好 所以杜小红提出想捐胜给自己的女婿 最根本的原因是她不想看到自己的外孙和外孙女 没有爸爸 杜小红要为女婿捐胜 这个在法律上行不通 法律明确规定 只有以下几种关系可以捐赠 一是结婚三年以上或者婚后已育有子女的配偶 二就是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 三是养父母和养子女之间 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的这种关系 而这几点显然杜小红都不符合 那杜小红一家人会怎么做呢 2012年7月 岳母杜小红和女婿杨波去往四川省成都市华西医院去做配型检查 当时杨波的妈妈邓树芳先去找了医生咨询 而医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询问杜小红和杨波的关系 杜小红作为杨波的岳母根本就不属于三代以内血亲 因此也就没有配型的资格 三个人再一次从希望跌落回失望 这个时候杜小红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决定向医院撒一个谎 杜小红一下就变成了杨波的姨妈 而有了这层血缘关系 杜小红顺利在医院进行了配型检查 一周之后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 一家人都兴奋异常 一时一看 哇他说这么好五个点 他说 他说基本上他都绝配了 我当时和我们现在一往他也不知道 我一往他我们三个人就当时来了 他那个门子里面就哭了 搞到哭 杜小红和杨波配型成功 一家人心细万分 本来以为可以顺利进行手术了 可是接下来又出现了一道新的难题 医生说 虽然配型没有问题 但是杜小红依然不符合做军肾手术的条件 原因是 他的体重过重 你肥肩起码要减三十斤肉下来 不是汗流汗 那么汗流汗減肥嘛 他肥一不减肥的话 他不得心 他说那个 因为那个脂肪多 一点脂肪多 也不舒服不方便 而对你伤口也容易干呢 于是 接下来的日子 杜小红一直都在想尽各种办法减肥 他不仅不怎么吃饭 而且每天不停地跑步 后来又听说 转呼拉圈能减肥 他就挑了最重的呼拉圈 天天练习 杜小红的体重在慢慢减少 最疯狂的时候 一个月减掉了三十多斤 虽然很辛苦 但是杜小红的体重很快下降 眼看着给杨波捐肾又有了希望 大家都满怀期待 只剩下最后一个关键步骤 完成它就可以捐肾了 可是所有的希望 在最后的这一个步骤上 又一次破灭了 杜小红称自己是杨波的姨妈 只是当时为了做配型检查 而对医院撒得谎 而这一点她根本无法证明 因此没有医院同意为她做手术 岳母和女婿的关系 不符合军肾条件 此时的杨波 已经无法工作 她每天很少出门 只是在自己的家里待着 除此之外 她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必须要做的 每周两次血液透析 现在反正说是最近一年都 她就是一个反复发作的心衰感染 但凭血就真的不胜 身体情况跟这个不如一切 常常如果是一个严重心衰 或者高价学生 她会出现一个就是 危机她的生命 现在吧 感觉挺费的 就给家里负担 增加这么多的负担 有时候想想 心里还是挺难受 不能工作 不能干重活 甚至不能感冒 杨波就这样日复一日等待着 而杨波的家人 已经经历了太多的希望破灭 他们始终想不通的是 为什么自愿捐胜却始终无法实现 我们什么办法都想 你说上什么电视 我们都上 但是我 想想我们这个家家庭的处境 是不是 那个不是得反发 这个整成我们那个是真实的 又不是得买买 现在的杜小红和杨波 依然是关系很好的岳母和女婿 他们虽然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虽然不知道该怎么 怎么办 虽然一次次经历失望 但是始终没有放弃过 希望 我的愿望就是说 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 范围内把通过正常渠道 如果能换身的话 我还是希望换一个身 毕竟我还有老人 还有小孩 我还是不舍得放弃 杜小红要为女婿捐肾 这让人很感动 但是法律有规定 杜小红他想捐 捐不了 有人不理解 说对于杜小红的这种情况 法律能不能通融一下呢 介绍一下背景 目前在我国 肾脏 宫体和需求之间的缺口非常大 全国每年新增几十万人的尿毒症患者 加一块这存量 一百多万人 等着有人捐肾 那有多少人捐呢 几千个人 就是几千个宫体 如果现在允许非亲属之间 做这种活体器官的捐赠 由于医学会很难甄别捐献者的真正动机 也很难跟踪捐献当中 是否会有交易行为 相关的监管缺乏 这个口子一开 很有可能给买卖器官的人钻了空子 所以法律不鼓励非亲属之间的器官捐赠 那对于那些眼巴巴 等着肾移植来救命的患者来说 他们的希望在哪呢 专家提出 希望应该在遗体捐献上 这个人去世之后 遗体就烧掉了 如果有更多的人 愿意在申雇以后 把遗体当中的器官捐献给别的患者 那像杜小红这样的家庭 也就有希望了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 在这高楼遍地的时代 是谁还在简陋的平房里辛苦度运 阴天雪地的季节 为何还会住在砖头搭建的床上 一个被命运改变的家庭 是否有办法改变不幸的命运 请收看道德观察 砖头床上的梦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